这里要展示的是利用控制切换继电器 达到开关风扇的功能 按下开启的开关就能启动风扇 按下关闭的开关就会切断风扇的电源 把继电器加入支援的设备清单后 就可以开始上传背景图片 接着打开控制平台点选继电器 将它拖拉至适合的位置 点选右键进入设定画面 输入设备的名称 选择正确的part 再将设备上线即可按储存 再度点选右键进入执行界面 加入第一个按钮 输入名称以及动作 同样的道理 再加入第二个按键 完成可以关闭电源的效果 只时回到图控画面 接着就可以按钮开关风扇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与更多设备联动 像是加入瓦斯侦测 如果浓度太高 就会自动打开风扇 并触发LINE推波之类的告知 想要更多的应用 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